新竹市议会议长谢文进今天表示,海集会到新竹市举办大陆台商中秋联谊参访与参会活动,我是议长,也是下届新竹市长候选人,我要声明,我坚决反对民进党政府严管台报大陆居住证做法。 他说,因为民进党的严管造策做法,形同政治黑名单,台湾既是民主国家,凡事都要讲求证据和程序,不能假设台报领了居住证就会反台,凭想象推论去管制人民,太霸道也太不理性。 他说,他有很多台商朋友,议会同人里就有多名议员的子弟在大陆读书和工作。 台积电在江苏建新厂,台积员工点台湾下包商去了不少人,很多早年迁到广东生产登串的公司老板和家人,都在海峡两边常来常往。 这些台湾人没有对不起台湾,没有为难民进党政府,他们旅居大陆,申领居住证,让日子过得方便点,蔡英文政府就把他们当嫌犯对待,要他们申报登记,还威胁处罚,更打算限缩公民权,这样的态度和手段让人看不下去。 第二句,谢文进说,民进党政府应该拿出便民的好政策,帮助在外大盘事业的台湾子民,让海外有子心存感激。 现在的蔡政府却反过来搞,不但端不出好政策,看见大陆政府对台湾人好,还眼红记恨,想出歪招恐吓点威胁点打压,这样的政党义不值的选民信赖了。 新竹市议会议长谢文进与11名议员,日前其声反对领取大陆居住证的台湾人被限缩公民权。 记者林佳琛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吼市场 或讨论逆圆竞 trick�